在唐人街和洛杉矶市政府交界的地方 有一座两层的红楼 这是建于1890年的砖楼 现在已经成为记载洛杉矶华人历史的华美博物馆 当时是华人活动的中心 洛杉矶华人社区就是从这里长大发展起来的 唐人街也就从这座楼开始 这一座有着将近一百多年历史的楼房 当初有一位法义人士所建 不久中华会馆龙岗公所同园会 将这座楼租下 成为华人集中活动的所在地 楼内还有一些前店后家的华人店铺 由于这里只有一条街 就像所有的华人社区一样 唐人街的称呼就这样形成 一百多年以前 这里是华人最热闹的聚集之地 这里有中药铺 杂货店 中餐馆 洗衣店等等中国式的商店 在其他地方打工的华人 每到了星期天 就到这里来购物吃饭 这座楼里 还特别设立了为华人代写书信 代办汇款等服务 图片显示的就是复制的当时的中药店 这座楼记录着海外移民的历史和艰辛 1849年 加州发现了黄金之后 华人陆续来到美国 使加州的美国人感到压力 因而引发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 形成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反华浪潮 法案对于华人来说是一个灾难 严格规定华人不得申请加入美国籍 从而使很多华人的家眷来美受到限制 没有美国籍的华人也不得购置房产 只能永远租住美国人的产业 当时的华人还要交所谓的辩纸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中美成为同盟国 也改变了美国华人的面貌 罗斯福总统签署命令废除排华法案 华人的地位有所提高 1944年这里举行过欢迎蒋夫人的活动 蒋宋美玲正在这座楼前讲演 唐人街接纳了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 发展成为洛杉矶商业和经济中心 这是50年代庆祝新的扩大的唐人街 其规模已经超出了昔日的小楼 成为真正的一条街 但是在唐人街上从来没有过中国的五星红旗的升起 直到2005年4月24日中午 人来人往的洛杉矶唐人街 诸巷418号 一面五星红旗 永久性的树立在这个地方 促进这个活动的刘建明先生 站在刚刚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企前 感叹万分的说 这是洛杉矶唐人街第一面升起的 永久性的五星红旗 这个时刻来之不易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间 从此每年的升起活动 就成为洛杉矶华人社区的大事 新移民为唐人街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美中文化协会的会员们 在唐人街上 在洛杉矶市中心 在好莱坞 在盛盖博谷等地方打妖谷 庆祝各种各样的节日 社区的和谐 来自中华民族的团结 虽然洛杉矶华人社区 有着各种地缘和地区的不同 但是他们为了在海外生存发展 都离不开母国的繁荣和发展 他们跟自己的祖国的关系更加密切 从唐人街的一座小楼开始 今天洛杉矶的华人社区走向大中华社区 今日唐人街已经成为沟通中美社会的一座桥梁 它的象征意义 远远超过实用的价值 洛杉矶的唐人街和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一样 正在为弘扬中华文化 为提升华人在海外的地位 起着重要的作用